都快急死了 是的 林树这波其实操作没问题 是因为他本来想打脚下停车的那个人 但是后面这个皮肯男拍马赶到之后 他没办法只能打开车的那个人了 自己已经被暴露了 将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龙门镇有点伤啊 阵型被迫了 而且石鸡也赶过来了 直接把这个四合院偷掉 七七啊 七七的位置 声陷其中 苏九这个概念性加强 这个刚才这一梭子的话 确实很难将翠七要打倒 这更概念了 七秒二九八开 大家好像都很穷啊 都是想通过这一波团战 收获到一点的物资 是啊 但是多多少少大家都搭进去一点人员 但是最惨的依旧是天马 因为天马毕竟是被夹击的那一队 只能推敲是赶紧逃了 居然 都是鸡苗嘛 好穷啊 车要炸了 郁郁还是猛的 郁郁还是稳的 是的 郁郁的证明作战能力真的是很强啊 比赛打多了你知道吗 是的 越来越 还是经验问题 对得心一手了 是的 你只要某 不管就是你这个什么项目 你只要时间经历的够久了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这种紧张的这种心意的 哎 他敢打药哎 这个是以多打扫直接顶啊 这样的话 NHP正面被打了粉碎 只剩患神跟奶奶还在后点 这不还要打吗 不过NHP不管剩谁 我都觉得还是很危险 这个儿女一边AZ 这Pero的手感下就起来了 虽然马云龙这个血跟没有是一样的 一滴血锁住 是 Pero的一波强冲 反而是导致KRG的阵型 完全被打散了 对 而且上一把 你都站齐了 Pero 你这里还散着呢 只要Pero不要一个个单摸出去就可以了 打爆团 等圈形刷新对吧 同时转点 你看这个 现在他圈里面的队伍的分布 你左边全是人 右边完全放空 对 你单不担心右切 是的 这一右切左边就血流成河 就是 真的 铁锁连环 你这个一波制约之后 一定是会放点的 回去了 回去了 是的 2014绕圈之后 发现了这个 你这个加油站不要了 是吧 这对白拿 加油站 目前也是在圈内 比较靠中心的点 这个烧铐单是不太好进攻的 没有那么好打 看这个雷 这个是上一局的 他这颗雷直接弹到了两人的中 就是4F4个点的中心 我的天啊 这个地方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关键是他只能找一个幸运的观众 去打一波EV 才能触发孤立无援吧 结 后屁股打滑了 我觉得小北这一路开下去的话 无非就是这一分送给谁的问题 因为真的没有地方去了 只有那个厕所 太远了 对 他要是能够安安全全 这个下这个厕所的话 就是也还有一狗 对吧 但是很可惜啊 车打滑了 他那个车本来就冒烟了 然后一路都是 左飘过来 右飘过去这样走的 是的 拓海 因为GFY他没有办法把枪线拉开 也没有办法从别的方向走 是的 往北边去了 被切啊 这个圈 XCG 三房不要了 看看哪个幸运人能判断出来 这个三房没人 他们 牛海比看了很久 上尔纳乌寒也是没提到去 他不会去打分那个厕所吧 这个真打不了吧 翔龙那个铁皮房 这是随便抽那个厕所 他在犹豫他减速了 然后两个人都探头出来 趴石头后面有人 平台这平台是稍微能呆的 但是也会吃到远点枪线 因为他们只有一辆车 只能驾车 马云龙 面对明的扫射 他有三颗雷啊 马云龙 对啊 你这么多音 你现在这么混乱 有雷的 队友在扔 小师在扔 是的 AZ已经被补掉了 还是你还在回音 有雷的可以排这个点呢 只选择用枪指架吗 但是来2K后点是抛了雷的 是让狮子来人 他这个应该是当时商量好了 就是让狮子远点来人 因为他这边吃也比较清晰 是的 他经典热雷 可能会从 就别人会从烟里面出来打他 没错 会别人会抓个timing 另一边悟空 还是要打这个厕所 果然 被包围了 现在是高低嫁住 正面郁郁 一个人抢顶旋 那就不是很多 还是最后一个 有投资物吗 有有有 在人 但是外面有人在 打 而且乖马上来了 有约打了几个 是什么 他是吃了一颗满白 把悟空全穿了的 就是永远 他这个自带 闪光功能 不管是闪队友 还是怎么着 自己被闪 都有一套 独特的这种 我晕了 我说实话 打完一定要看一下 永远的第一视角 他铁是被吃了颗满白的 在利用完之后 直接处理掉 好残忍啊 好残忍 你喜欢把小佩洛当枪使啊 真没办法 特别 一个背身 第一时间没有选择补人 而是选择想换点位 还是被特别抓到 打了一半血 想走 波克雷 想补点伤害 看到了一个身影 阿桐木是真没办法呀 车都用不了了 起步速度太慢 是的 因为阿桐木想的是 这波与其座以代弊 不如主动出击 想要去三方 去拿点分数 但是那个奈何 那个车是真看不了 他马出来被架死 这个破伤间 哎 看到跳起来的人没 哎呦 反应很快了 已经 他还在打战时 对方有反鞋 人家是一整条反鞋 跟你把打 送地主 真的是可以把你玩死 是的 一大事 王骚骚出手 是的 他是有司机的吗 我看两个人在车上的 好像是 是的 哎 带了一个司机 就一个人 哦 是的 啊 2004过来还是要打 是的 他处理完三方的战斗之后 也是还是要将 北边的队伍给 李白 你知道他在看哪里吗 他在看CG 他被背后打了 是的 被2004打了 现在DSS呢 是知道三方的人 一定会 人头还是给了CG 是的 那这个圈形 又是个顶北切 我们现在看三车队伍 4M FTI 天路 全在厕所 全都是以满片的姿态 在在厕所 是的 那现在FTI跟4M 又很难受啊 就出不去啊 这个不在圈 4M这个过点怎么过呢 CDG把人员拉回来之后 4M这个分数是要 哇 乱抽 CDG这里 这个角度看4M也是爽 是的 因为他等于跟FTI 有两个 夹角枪线 然后直接对着 这个 就是CTG跟FTI 夹角枪线 直接对着4M抽嘛 4M应该是场上最惨的 是 而且他离篮圈最近 对 FTI跟CTG 包括天路 三只都在抽了 天路拿了两个 拿两个头 4M就没了 然后 现在压力来到了 FTI这一边 CTG是很灵活的 CTG直接一辆车走了 是的 他南北两边都能玩 关键是 是的 人家圈里面是有人的 他指点就有一个王涛涛全部架 只要你大仓不出来打我队友 我队友可以在这个场上可以随意的玩 嗯 如鱼得水 这个南边打完再看看北边 哎 回打了一个 匆匆倒了 我估计匆匆又 可能有点上头 嗯 但是匆匆旁边是有人的 尽可能拿 拿不到也没关系 只要不倒 只要不掉人 我是觉得 就是这种二二的分战 你是很难让FTI 比如说两个全部都击倒 在这一块因为还有XCG的条件的话 是的 这FTI 应该 这个圈形是有点难活的 不太难打的 不太好打的 所以说就是目前天路 知道FTI只剩两个人之后的话 是想要尽可能的把这分数给拿下 但是 第一队的话是FTI啊 哦呦 是被XCG击倒 XCG只有一杆枪在看着 因为他们其他人都在赶CTG 是的 最后的分数被小通给拿下 是 这样的话天路也是将南边的分数给清理了出来 全形是一个左切角 给了CTG一点机会 CTG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的不用着急 因为现在知道南边没人啊 天路在东边只要把北边DSS看死 看2014怎么动 2014一定是率先会动的 对吧 真的就是 对于 一片边缘位置是可以去的 而且是载圈啊 那棵树那个位置 大石头也都载圈的 天路可以不用着急 只要把这个洞口堵死 我觉得 等待这个蓝圈刷新 外面有一支进步的撒娇小分队 撒娇了 是的 蓝圈来了 这波强冲有点不太理智了 我感觉 其实出现击打的时候 发现并不是2014的人 其实可以回撤的 因为边缘这个位置是载圈的呀 2014 CTG出手 将2014全部团面 三打二打三 但是CTG也有导员的情况 王苏苏这个点能扶吗 可以救 可以 可以救 去打蓝圈边缘 直接扛起来 是的 匆匆直接选择了不给分 毕竟 苏苏体型还是比较 这个轻的 其实架这个石头的不香吗 上这个时候 明明可以劝架的 真的上的有点 哇 苏苏这个雷 精准锁定 因为知道 你没有被蓝圈堵到 一定在这个脚里面 一刻直接 变成二打四了 CTG扶起来了 哇 这个时候就刚才 冲那个后门有多 多亏呀 是的 这个后门是真的冲不得吧 但是天罗奔成 打了十个淘汰 封了一二打四 也能接受 看到了 打了一个 有软心严铁 小通无限压枪 但是没子弹了 没子弹了 一打三 没机会 直接被王苏苏 一发一八九七带走 恭喜 CTG